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条纹上衣配观松裤子 看看这四个人的座位 美女坐在最边上 关芝林坐在C位 年轻小帅哥在关芝林的两侧 尤其是最左边的小鲜肉 颜值简直太高了 完全不输娱乐圈很多小鲜肉 坐在中间的帅哥搂着关芝林的肩膀 一脸耍哭的样子 关芝林一点都没有拒绝 同微微倾向小鲜肉的方向 看起来像是情侣一样 已经58岁的关芝林皮肤紧致 一点没有皱纹 完全看不出是快要60的女人 另一张照片中 关芝林又被小鲜肉搂着拍合影 小鲜肉双手搂着关芝林 一脸小瘦的样子 关芝林冲着镜头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这次四个人K哥心情非常好 相对于刚刚那个格子外套的小帅哥 白色衣服的男生 似乎对关芝林非常喜爱 多次动作十分亲密 之后关芝林还和姐妹一起合影 一旁的小姐姐还带着大钻戒 跟关芝林成为好姐妹 看来也不是等闲之辈 就在数月前 关芝林被帅哥搂肩合影 从窗户那里可以看到 很多帅哥都在豪宅里 这位男模称关芝林是姐姐 据说该男模半月内 三次跟关芝林见面 两人关系可是真好 收起关芝林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她曾与李文杰合作了一部电影 《黄飞红》 在里面饰演十三姨 随后该角色被评为 香港史上最经典的女性角色之一 从2005年开始 关芝林就慢慢淡出了演艺圈 并于2019年宣布吸引 之后便很少出现在荧幕中 直到2017年参加《我们来了》第二季 观众才又在电视台上看到她的身影 近日关芝林在社交评论上 晒出了一段自己卧室的视频 并配文《时尚百搭》一秒变装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关芝林在对着镜头玩变装游戏 先是把三件衣服扔在床上 当切换到了下一个镜头时 她就把这三件衣服给穿上了 并且坐在床上对着镜头比心 可能关芝林只是单纯的 想发自己换装的视频 但是网友们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她的卧室上 她的卧室很干净整洁 色调也非常简单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应该就是床边挂着的两条锁链了 据悉这两条锁链其实是吊灯 是关芝林特意从英国订回来的 虽然关芝林已经吸引了 但是关于她的话题和热度依旧存在 前段时间 她的闺蜜还在社交平台上 写出了一张在关芝林家中看彩虹的照片 并配文最美的姐与最美的彩虹相遇 据了解关芝林的别墅 位于维港半山的位置 她可以在家中看到维港的美景 而这种别墅是在前年2月份买下的 当时购买的时候花了1.35亿元 占地面积330平方米 均价约40万亿平方米 看到关芝林的豪宅之后 网友们都在猜测 她可能还有很多副业 确实是如此 她在成名之后就有做投资和理财的事业 而房地产也是她的副业之一 1991年 29岁的关芝林就已经开始炒房了 以760万港币的价格 买下扎电山加云台一物业 并在2003年 以1430万港币的价格卖出 1999年花了5000万港币买下一个店铺 并在2008年 以1.87亿港币的价格卖出 赚了一个多亿 此外 关芝林还开了服装店 而且大部分服装都是她本人设计的 很多明星和父母太太都会选择在她家购买衣服 所以她旗下的服装店生意非常火爆 常常供不应求 据报道 关芝林的身家估计保守超过5个亿 就算她已经吸引多年 也一样可以过得衣服无忧 关芝林表面上看着很风光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她背后经历了什么呢 1980年 关芝林才18岁 关芝林的父亲不仅出轨 还抛弃了他们母女俩 可能是因为关芝林被父亲抛弃的原因 她非常渴望得到爱情 但女神在情感方面却异常坎坷 有港媒爆料 关芝林和富商陈泰明的离婚内幕 据爆料 两人只是举行过婚礼 但并没有领到过证 所以关芝林其实并没有拿到该有的名分 最多只能算女朋友 一时引起网友热议 陈泰明是台湾十大富商第一 身价逾百亿元 是真正的富豪 2022年 陈泰明家族还以160亿人民币财富 名列220世贸深港国际中心 胡任全球富豪榜第1251位 媒体称知情人士爆料 两人当年在马尔代夫举办了小型婚礼 也邀请了这人参加 本预计在意大利高调结婚 殊不知因故发生争执 越吵越僵 关芝林与陈泰明秘密婚礼后争吵不断 婚期因此不断延后 拖到最后 没能完成登记领证手续 不过最后陈泰明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专门花了价值过亿港元的珠宝 相当于人民币9000万元 准备送给关芝林 却没想到 关芝林竟然在没有通知她的情况下 直接对外宣布两人已经离婚 这让陈泰明对她十分失望 此后再也没有提过和关芝林的这段感情 两人相恋于2007年 那一年关芝林已经43岁 而陈泰明也已经年获半百 直至2012年 关芝林才单方面公布恋情 兜兜转转8年 临门一角却被富豪拒之门外 一遭沦为连名分都没有的豪门气腹 不经令人唏嘘 这难道就是因果循环的报应 众所周知 外表出众气质脱俗 生来漂亮的关芝林 家庭十分优越 她的父亲关芝林 是守卫华人国际影帝 她的母亲张宾茜 则是邵氏电影公司的艺人 本来凭借这样的爵士容颜和家世 可以在演艺圈混得很好 然而 她偏偏不爱惜自己的羽毛 情史混乱不堪 亦是好牌硬生生打的稀巴烂 19岁中学毕业后 关芝林便踏入演艺圈 刚出道时遇到了演员 尖皮扫伤人文彼得 但是这段感情 因为关芝林遗情负伤 而最终导致分手 这个负伤 就是大咖16岁的王火金 是一家金融贸易公司的老板 而她和关芝林结婚前 就有过一段婚史 男女关系比较混乱 两人相识在一次聚会上 仅一面之缘 王火金就疯狂迷恋上关芝林 对她展开疯狂吹求 三分两次之后 终于收获关芝林芳心 而关芝林的父亲关山 也是非常不看好王火金 曾强烈的反对过这桩婚事 还因为这件事情 差点昏死过去 远在台湾连夜赶回香港 试图阻止这场荒唐的婚礼 甚至以自杀威胁 女儿不准出嫁 不被父母看好的婚姻 果然也没长久 不到半年 这段婚姻便走到了尽头 风流成性的王火金 结婚后被爆出中日花天酒地 也让关芝林心灰意冷 而这段感情仅仅为止九个月 就以离婚告终 离婚之后 关芝林还或王国金评价说 关芝林这样的女人 大街上随便抓一个都比她强 不过关芝林在一个访谈节目中的言语 也是轻急 她说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 包括我的第一段婚姻 总之在二十岁的关芝林 就已经沦为离婚妇女了 但她又不得不继续返回演艺圈 继续赚钱 不过自此之后 关芝林便开始了自己的小三之旅 自称十分爱情的关芝林离婚后 又迅速搭上了马清伟 香港六十年代五大富豪马景灿的长子 而当时马清伟已经和陈美琪结婚五年 不仅插足马清伟和陈美琪的婚姻 当时的关芝林竟然还多次打电话 骚扰辱骂陈美琪和她的妈妈 嘲讽陈美琪是只不会下蛋的鸡 称老公很快就会甩了她 已经怀孕的陈美琪不堪丈夫出轨 以及听到关芝林这些嚣张把护的言论 竟然不幸流产了 而这次流产也导致陈美琪此后无法生育 后来关芝林在参加节目时还直言 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别人 只是后悔又怎样呢 给别人造成的伤痛无法弥补 这种操作之下 也没和马清伟走到最后 在关芝林参加一档访谈节目时 主持人问起她对于做小三这件事的看法 她也是毫不掩饰地说出 看对方太太怎么想 如果不想公开 就尽量不让别人知道 毫不必会做小三的关芝林 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毕竟她真的在小三这条路上不断前进着 离开马清伟之后 关芝林又搭上了香港大名鼎鼎的富豪刘兰雄 多亲的刘兰雄有着自己的正牌妻子 身边也不发红颜知己 当初因为李嘉欣的介入 刘兰雄与原配妻子保永琴离婚 但李嘉欣却被关芝林横插一脚 而后刘兰雄对关芝林呵护备致 有传刘兰雄对关芝林出手极阔绰 资助关芝林经营古董店 送豪宅牵手同游欧洲 甚至动用一架直升飞机 把关芝林接到半岛酒店的天台 想用她细心安排的烛光晚餐 不过后来 刘兰雄游走于李嘉欣 关芝林 蔡绍芬 乃至红星之间 深爱刘兰雄和关芝林甚至还和刘佳玲撕了起来 但最终还是没有拼过李嘉欣 可能也受不了这种关系吧 关芝林与刘兰雄分手 在早年她一档节目中她还大方说出自己什么都试过了 结婚离婚 还有找有女朋友的男生约 甚至于结过婚的男人也在她的狩猎范围之内 在电视台明目张胆地说出自己做过人家的情妇 关芝林在感情上历经风雨 交过男友不少 婚宴结过两次又离了两次 或许早就带人了 想必如今是不再考虑婚事 对于感情事也都是顺其自然的态度 所以在与陈泰明离婚后 她的感情绯闻虽多 但都是没能得到证实的 从这点就可知她的个人态度 也是感情强就不来 有就发展 没有一个人也过得不差 反正有五六亿资产傍身 后半生也不会太苦苦